hello 欢迎学习爬虫歌诊 那么这几个的话我们再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正在表达式当中另外一个比较重的质地 就是这个转移字符和这个原生字符章 那么我们首先的话先来看一下这个转移字符 那么这个转移字符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我们来想一下 如果我们现在有个需求 就是我想匹配到某个字符章当中 比如说这个字符章当中 我想匹配到这个字符章当中的这个多了发 这个多了发 那么我在写正在表达式的时候该怎么去写呢 我想想一下 如果按照之前的写法的话 你是不是在这个方直接写个多了发 就可以把这个多了发把它给匹配住了 对对 好那么当时的话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因为这个多了发的话 它在我们的这个正在表达式当中 是有特殊意义的 对什么特殊意义呢 它是不是代表的是以什么什么结尾呀 对 那么如果你直接写一个多了发的话 如果你直接写个多了发的话 它就有认为你这个东西是以什么什么结尾 所以这次的话 我们就需要使用到这种转移字符 主要字符的话 它就可以去掉你这个多了发的 它的内存特殊意义 把它转换为 把它给把它变成什么呢 把它变成一个普通的字符上 把它给变成一个普通的字符上 好吧 好 那么这的话 我们就来到拍上当中 用一个实际的案例 来跟大家讲解一下 好 来到我们的这个拍上帮这地方 这地方我们啊 在这个代表2.py这个文件当中 来跟大家讲 好 那么我们这段 比如说有个字符上 test是等于一个东西 对吧 比如说apple apple price 比如说是299门呀 对吧 就是那个苹果手机的话 苹果 苹果电脑 或者是那个ipod 这些东西 对吧 好 好 那的话 接下来我们再来写个IET 等于这个 I1. 那个match 或者这个地方 要用search 因为用match的话 它只会去匹配前面的这个东西 如果前面没有匹配到 它就马上报错了 对吧 这个search的话 它可以在整个字符上当中 每个地方都去查询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这一份的话 再去写那个正子表的是 这的话 我们先留一个空的 然后这里面给个test DES 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来打按下这个IET.group 好 然后的话 我们在这地方来写 我们按道理讲的话 是不是应该有个多的发 我现在好 我现在的 我现在要的需求 是要将这个字符上当中的 这一部分 这个价格 把它给提取出来 把这个价格 把它给提取出来 好 那么按照正常来讲的话 是不是给个多的发 然后后面给个反 反行看第一 加 这的话 代表的是前面有个多的发 后面有多个数字 就可以把这个 就可以把这个价格 把它给匹配出来了 对不对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走一下 看一下这种情况 OK 好吧 好 来运气一下 这的话 它是不是反 报错了 报错了 说明这个地方 反回的是跟那 对不对 说明这个地方没有匹配到 为什么没有匹配到呢 其实就是刚刚我跟大家讲的 这个DES的话 它在我们正在表达当中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是以什么什么结束 那么你这个地方的话 如果你这地方直接写一个的话 它就意味着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地方 必须要是那个空白字符结束 那么的话才能够品味道 对 那么这个里面的话是肯定没有的 对不对 所以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就需要将这个多的发 把它给进行转移 就是去掉它的这个正在表达当中的 这层特殊意义 那么我们这地方的话就加到法西干 这个法西干 这个法西干以后 这个多的话就没有特殊意义了 好 那么我们可能加了一下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个多了29 把它给提起出来了 对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那个转移 转移 就是大家以后再碰到一些 在正在表达当中 具有特殊意义的一些这样的字符 然后你在匹配的时候 你你只想把它给当成普通的字符上 把它给当成普通的字符 那么的话就可以使用这种 换啊反击干 来给它进行这个转移 好吧 好 那么这是这一步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的往下面看啊 就往下面看 下面一个的话 要跟大家讲的是这个什么呢 是这个原生字符上啊 原生字符上啊 那么我们再讲 我们首先的话 先来认识一下这个原生字符上 不知道这大家之前 有没有对这个原生字符上 有过了解啊 这地方我 话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下啊 比如说这边有个test 是等于什么呢 等这个反击干N 反击干N啊 那么反击干N的话 我们都知道 它代表的是那个化行的意思 对不对 所以的话 如果你这里面直接打印一个test的话 它是不是打印出了一个化行 一个空白的字符 一个化行啊 对 一个化行啊 呃 那么如果我们哈 想要将这个反击干N啊 我们如果想要将这个反击干N 变成一个普通的字符上啊 变成一个普通的字符 就是说 你这个反击干N不要给我 就有特殊意了啊 你给我变成一个普通的字符 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这次的话我们有两种办法 第一种办法 就是我们可以使用python 这门证明语言当中啊 最后我说的是python 这门证明语言当中的那个转译字符啊 转译字符的话啊 这个转译字符的话 是正在表达式当中有 我们python语言当中也有 明白是吧 正在表达式当中的话 这个转译字符 它是不分语言的 就是你在使用java 使用java 使用其他变成语言 它这个正在表达式 这个语法当中是存在这个转译字符的啊 而在我们的这个python这门语言当中 它也存在一个这样的转译字符 那么这个转译字符符的话 也是反习干啊 也是反习干啊 好 那么你这样写的话啊 这样写两个反习干的话 它就什么呢 你这样写两个反习干 它就第一个反习干 它就会将 它就会当成那个转译字符对吧 后面这个反习干的话 它就为什么呢 把它给去掉 它的那层特殊意 把它给去成一个特殊意 把它给转换成成一个什么呢 把它给转换成一个普通的反习干的啊 就说有两个加在一起的话 它前面这个是 把后面这个转换成那个特 那个那个什么呢 那个普通的字符对 好 那么你写两个反习干的话 代表就只有一个反习干啊 代表就只有一个反习干啊 代表就只有一个反习干 那么这样的话 它就可以什么呢 它就可以 它就可以正确的打印出 这个一个反习干的啊 走一下啊 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个反习干 把它给打印出来了 对不对 因为你前面给它加了个反习干 后面这个反习干的话 它就不再拥有那个转换的意义啊 它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普通的字符了 对 好 那么这是这一种情况啊 还有另外一种解决办法 就是这个地方 我不要加这个反习干 我这地方给它加一个啊 给它加一个啊 是什么意思呢 代表的是原生的意思啊 代表的是原生的意思 原生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这个里面是什么 就是什么 我不会给你做任何的处理啊 我不会给你做任何的处理啊 那么其实啊 也非常好理解 为什么叫做原生啊 这个啊的话 它其实是什么呢 啊好 这个前面就是前面这个啊啊 它其实是那个 AW的一个人的间歇 AW它翻译成中文啊 翻译中文 你可以去查一下字典 它就是原生的意思啊 原生的意思 原生的意思是什么呢 比如说啊 拿那个米饭来讲 米饭它的原生是什么呢 是不是就是那个道米道鼓啊 对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原生啊 就是原生啊 所以的话拿到这地方的话 就比较形象对吧 就是你这个里面的东西 是什么就是什么 我不会给你做任何的处理 对 那么这种呢 这样子原生啊 原生自然啊 好 那么你这样再给它前面加了个啊 以后啊 这个地方的话 你就可以不用再加一个法西杆 他法西杆 他就是直接变成一个法西杆 一个人的字符了 好吧 好 那么我们右键再来执行一下 这样的话就得到了这个法西杆 看到没有啊 那么这种就是前面加了个啊 啊 的这种字符啊 就是代表的是那个原生字符上啊 原生字符上 好吧 好 那么我们这边放注册一下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往下面讲啊 刚刚我们讲的是这个拍子 这个语法当中啊 拍子语言当中 这个原生字符上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来讲一下 拍子语言当中的这个原生字符上 怎么和这个正的表达试当中的啊 这些东西来给你结合在一起吧 呃 那么我们这地方的话啊 我就不看这里的 我就直接 呃 我坏是说一下吧啊 在这个正的表达试当中啊 反西杆 在正的表达试当中啊 正注意看啊 是正的表达试当中 正的表达试当中 这个反西杆 他是专门用来做转益的 对不对啊 而在拍子当中 这个反西杆 也是用来做转益的 大家之前我们是不是说的吧 这个地方你写的这个反西杆啊 他是正的表达试当中的 而这个地方你写的这个反西杆的话啊 就说如果你这个啊 如果你这个没有这个啊 那么这里面的这个正的表 这个斜杆 他也是用来做转益的 对吧 也是用来做转益的啊 就是将后面的这个n 把它给变成一个啊 把它给变成一个什么的 有特殊意义的对吧 那么这个也是转益的啊 也是用来做转益的啊 因此想要在那个普通的字符当中输出输出啊 输出那个匹配着那个反西杆 那么的话就要给出四个反西杆啊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跟他就几个例子了吧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是给两个反西杆啊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写个i t在这个时候呢 啊一啊 点啊这个点那个match吧 然后这个地方写个正在表示 这里面给一个test啊 证明一下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i t点那个啊 group啊 那么这个地方给了两个反西杆 他其实等在什么呢 等于这个方式对吧 等于一个反西杆啊 等在一个反西杆 那么我现在要做的事情 就是将这个里面的这个反西杆 把它给匹配出来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里面 我们该怎么去写呢 我们是不是给一个反西杆 这样的话可以把它给匹配出来 呃看一下能不能匹配出来啊 我们来走一下啊 是不是有匹配不达啊 啊 那么这种情况匹配不达 那么我给两个呢 看一下opo给对不对 好 那么再来走一下 哎 这的话是不是也匹配不达了 哎 这就奇怪了是吧 为什么我这种给一个不行 给两个也不行呢 原因是这样的哈 因为在我们的这个pathon语言当中啊 在我们的呃 注意哈 你这个里写在这个地方的这个字符上的话 他就不算是一个普通的字符呢 他就是具有两层意义的那个字符呢啊 就是具有两层意义的那个字符 首先的话 它是具有我们python这种语言当中的那个字符啊 具有我们python语言当中的字符上 他具有我们python语言当中的字符上的话 在我们python语言当中 你写两个反习干的话 它是不是代表的是什么呢 它会给你变成一个反习干N 对 在我们python会变成一个反习干N啊 然后的话 你在你写成这种形式啊 写成这种形式在我们的python语言当中啊 在我们python语言当中 你写的这个各种东西 它其实等价什么呢 等价于这一个反习干N 就是等价于一个反习干N 对 那么在我们的正则表达式当中 正则表达式当中 它的一个反习干N也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啊 所以你现在好 你你现在写完这个东西 其实就等价于这个东西 对不对 等价于这种东西 其实就相当于是把这个字符上放到我们这个正则表达式这一层去解析啊 这一层去解析 那么在我们正则表达式这一层去解析的时候 因为这一个反习干我们正则表达式当中 他又认为这个东西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啊 转移字符 所以的话他就直接匹配不到了 你妹子吧 就是在我们正则表达式这一层 这个反习干又匹配不到了啊 又匹配不到了啊 所以这次的话 我们就这个地方的话就要全写写什么写写呢 这次的话我们在这边就给四个写干啊 四个反习干啊 四个反习干 你只有写四个反习干才能匹配出这一个反习干啊 只有在才能匹配出这一个反习干啊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啊 来为我们来分析一下 为什么需要四个反习干 你想一下啊 你这个地方写四个呃四个反习干 那么在我们拍森这一门 这个语言这一呃 拍森语言这一个层面啊 在拍森语言这一个层面 它是什么呢 在拍森语言这一个层面 它是它是振作的哈 它就将前面这两个把它给转换成一个 对吧 那么就是一个啊 然后后面这两个再把它给转换成一个 那么就是再一个 然后再给N对 好 那么在我们拍森语言这一层经过转换以后 就变成这个了 变成这个以后 它再把这个东西扔给这个正在表达式 对吧 扔给正在表达式啊 那么正在表达式的话 再去剪到这个东西 再拿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它又会进行一次转移 算的话它又转移后变成什么呢 就是这两个它会变成一个 对吧 那么就是变成一个反系个N啊 一个反系个N 好 只有这样的话 才能够匹配到这一个 我们来个走下啊 右键来 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个反系个N 把它给匹配上来 对 好 那么这种就是我们的呃 就说如果你这地方啊 没有使用原生字符上 这样去写的话 你就要去写四个反系干啊 你只有写四个反系跟N 你才能够匹配到这个里面的一个反系跟N 明白是吧 好啊 那么是这一个啊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一个啊 好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啊 或是呃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改个C吧 改个C啊 这样的话 大家看这里就更好理解些啊 就是如我我不用 我不用那个N 我不用N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不用N的目的是为了 因为在我们拍子云当中 你写个反系跟N的话 是就特殊意义啊 而在我们拍子云当中 如果你写个反系跟C的话 是没有特殊意义的 它是什么就是什么啊 然后如果你 你想匹配出这个里面的一个反系跟C 你也要去写四个反系跟啊 那么我们右键来走一下啊 这样的话 是不是也也才能够匹配出的啊 对 那么你就是说啊 如果你在 如果你想匹配出这些具有反系干的这些字符啊 那么你在这个正子表达式当中 就要写写四个反系干 那么这样的话就比较麻烦 对吧 比较麻烦 那么这时候的话 我们就可以使用我们之前的这种什么呢 原生字符上啊 那么如果你使用原生字符上的话 这个地方你就不需要写四个反系干 你就只要写两个反系干 然后的话在前面给他加一个啊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它给匹配出来了啊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它给匹配出来了啊 那么我们右键再来执行一下啊 对吧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个匹配出来了 那么为什么可以匹配出来了呢 原理非常简单 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啊这一层啊 因为如果你使用的这个原生字符上 这个啊这一层啊这一如果你加了这个啊的话 那么就相当是什么呢 相当是我们这个python这一层 python这一层 他就不会将这两个东西给他进行转移的 对 那么这两个反系的话 这两个反系干的话 他就直接会扔给那个正在表达师 让他去解析 对 那么就是这样啊 就是在我首先我们还是来到这个地方来讲啊 朋友加c 然后的话来到这一部分 这个的话是那个什么呢 python这一python这一门 这一这这一层的对 python这一层你拿到这个东西 因为你用的是那个原生字符上 所有的话他就不会给你跟之前一样 这种进行转移 他就是什么东西 是就是什么东西 对吧 啊 那么的话他就将这个东西 直接输入给这个正在表达师 让他去解析 这的话正在表达师拿到两个反系干 他就会解析出 解析出什么呢 解析出这种形式啊 就是解析出一个反系干啊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它给皮皮中来了 对 好 那么这种的话就是原生字符上 他的一个这样的好处啊 就说我们以后再去写那些 呃 正在表达师的时候啊 我们都建议大家去使用这种原生字符上啊 因为使用这种原生字符上的话 第一啊 没有那么麻烦 第二不容易 没有没有那么容易出问题 不容易报错 好吧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正在表达 呃 原生字符上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 呃 那个原啊 那个原生字符上 以及这个转移字符 我们就暂时先讲啊 先讲到这个地方 好吧 希望大家课后也是要多的去理解一下啊 多多去理解一下啊 好 OK啊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这就是课程 就讲到这个地方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